我的手上是iPhone 15 Pro Max 開始推出的時候好像很厲害 很多電影 Feature 很多鏡頭 之後就立即爆出不同過熱的問題 令到一大堆人都會問我 其實是不是不應該選iPhone 15 Pro Max 因為好像很有問題 都用了一段時間 今天就跟大家分析一下這部機給你的體驗 跟大家分析一下你應不應該買iPhone 15 Pro Max 首先跟大家看一下設計 今代大家知道是用了泰金屬的邊框 比上年的不鏽鋼邊框是輕了一點 另外邊位做了圓邊的設計 手感和重量是比較好一點 但不代表它不重 連殼其實它拿上手也是很重的一部機 如果邊框之前是超貼紙紋 而且是很容易髒 今代也不代表它不黏紙紋和不髒 只是很重的 機背的質料 本身我以為是金屬的質料 是比較金屬的 但其實上手其實跟之前的幾代的磨砂機背差不多 是可能亮了一點 但我覺得不算差別很大 是顏色是蠻漂亮的 至於前螢幕很多人都會說全屏體驗是明顯的好 但老實說其實我真的不太覺得 然後就是其中一個主打 就是USB-C USB-C的功能上 比我想像中的Apple比例的東西 是多的 因為它今代可以駁到External Display 亦都可以駁到SD卡 亦都可以駁到滑鼠鍵盤 亦都可以駁到SSD可以抄東西 以及外錄 雖然外錄如果你用原生的App 只可以駁到ProRes 如果你用來拍片多的話 你過夜的時候不用那麼痛苦 你就不用每次過上cloud再拿下來 其實都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那你現在最多過夜快點 穩定點 那幾年之前應該有的功能 你就拖到現在才會出 最搞笑的是USB-C 3.2 Gen 2的速度 只有Pro機款才有 普通機款是用USB 2.0 反正都要弄 你為什麼不弄得好一點 你不是所有東西都用完 還是你下一年又會加進去 然後好像Anson說 你反正都弄 你又不弄Thunderbolt 又不弄USB-4 你就是要弄點不弄點 接著就到效能表現了 今代是用A17 Pro 冠的名字好像很Pro 但實際效能表現比上年好一點 其實效能穩定度 效能曲線 都不是真的太好 如果你跟S23 Ultra的比例是好一點 不過也好不過RG專用來打機的手機 看回其他review片 其實效能表現還有功耗 就似乎不像是一顆3奈米製程應有的表現 所以可能令你買Pro的原因 就不是A17 Pro 就是它會有多2GB RAM 接著就是過熱問題 對的 你去測試它 它真的是48度 但同一個環境 iPhone 14 Pro就不代表不熱 其實也是不熱 但影不影響日常體驗 三個情況會影響到我日常使用體驗 第一 我5G過夜 再加上我用MagSafe充電時 我會因為過熱而不讓我充電 第二個情況就是 如果我拿出街在暴光的環境下 它比較快容易因為過熱而限制我亮度 所以我拿出街用 長時間暴光的環境下 我用螢幕是用得不舒服的 第三個情況就是 如果我用來打機 長時間 兩小時 連續不停地玩 就算是普通的遊戲 我會感覺到它會降頻 而令我玩起來明顯感覺到擇機 在這三個情況下 我覺得真的影響到我了 除此之外 如果不是用這個用量的話 我覺得真的不太大影響 用來IG UBER 其實真的不覺得會熱 至於完整遊戲的表現 我未測試到 那個程式真的還未支援IOS 17 但看回其他製作片 其實它的表現也不特別好 我覺得它還有代改善 然後到螢幕 都是Super Retina XDR 2000nits亮度 支援120Hz ProMotion 都是那句 它有大影響 是有用 不過我不喜歡 另外就是有OS On Display Standby Mode 亦可以長著 但亦有人反映過 如果Wallpaper太長時間不換的話 會弄到Burn In 這件事你要小心點 記得定期換一換Wallpaper 然後就到鏡頭表現 主鏡頭是4800萬像素主鏡頭 然後是12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 還有一個今年身家的就是1200萬像素 120mm的5倍元攝鏡頭 今代的就是除了它有主鏡頭 可以製作2倍之外 亦可以製作其他焦距 使你整組鏡頭有6個焦距可以用 而它製作出來就不是就這樣製作 它可以給得到那個焦距 給到你的表現 如果你真的喜歡拍照 拍攝 RAW 或者外出街拍 去旅行拍照的話 這組鏡頭其實比想像中是有用的 還有是方便的 跟著跟大家看一下照片的表現 日拍大致上色調一樣 只是放大看iPhone 15 Pro Max是最銷的 一倍鏡頭的鏡頭修正也會好過上年少少 而室內的表現 主鏡頭影子也銷比之前那代 拍攝食物的色調看起來就好過之前 運算是好了的 而兩倍鏡頭都看起來很明顯比之前那代 然後自拍鏡頭其實就沒有特別升級 大致上表現就差不多 膚色表現可能好了一點 人像的表現就接近 膚色調教就爪眉好了一點 兩倍人像的閃鏡做得很好 至於五倍人像表現的質素是好過iPhone 13 Pro的三倍鏡頭 不過如果你用五倍拍攝人像的話 是有點鬧鬧而已 因為你要走到很遠 夜拍表現整體雜訊會比較少 跟iPhone 14 Pro相比會比較鮮 HDR運算也比較好 光位會比較平衡 超廣角鏡在低光表現雜訊會比較低一點 至於五倍鏡頭有沒有用 如果用來拍攝演唱會 拍攝人表演就有用了 或者我自己會用一下 例如我出外拍攝拍攝 不用拿著油龜這麼大的機器去練 我只用iPhone拍攝就可以了 至於ProRes Lock 是威風的 它可以給你拍攝更高動態範圍的影片 之後就可以撇除iPhone出的微精感 你就可以自己拿去調色 所以整體是更好用的 對於你用iPhone拍攝影片來說 只要我覺得它太吃容量 我自己其實用起來就很麻煩 而且你一定要接著SSD才能拍攝到4K60 如果你讓我可以拍攝不是ProRes 你都可以給我Lock 還可以夾到Cinematic Mode等等其他功能 我會覺得更大自由度 這件事我希望它會繼續升級和增加的地方 對大眾來說 或者對我身邊的朋友來說 用開iPhone 15 Pro Max 或者用開Pro機款的人來說 我想很多人都不在意 因為他們都不真的會拍攝影片 不過其實也有不少人說它拍攝不夠漂亮 因為它又不是去到一吋Sensor的手機 那麼大Sensor 那麼厲害 低光表現那麼好 但用我iPhone的用戶 其實你會不會因為一吋Sensor 你會轉其他手機 我覺得就... 未必了 所以iPhone很少去特意給的 通常都是給自己的iPhone 接著就說一下Action Button 本身推出的時候就覺得有點廢 但用起來又會覺得比想像中好用的一個功能 如果你設定製作就只有單一功能 一開始都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或者是好像很廢的功能 但如果你用Shortcut的話 你願意花點心思去做的話 其實這個功能是不錯的 參考Edwin的影片 或者上網也有很多人不同拍過影片去教的 就是你可以MAP做一張List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最常用的功能 然後放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立即按 另外除此之外 你可以MAP的就是 By你不同的Orientation 都可以MAP不同的功能 例如打直的時候可以開一張List 但我打橫的時候可以開相機 這樣就是挺方便的 至於怎樣設定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或者你可以上網看看其他人怎樣教的 之後我覺得它的擺位就不算是最方便 因為它不是一個你可以很容易接觸到的位置 你就要特意旅行手指去按的一個功能 就算它用來當相機功能 也有點麻煩 因為它不是一個你很容易觸及到的位置 所以用起來你會覺得 有點麻煩 接著就到電量 電量就是4441mAh iPhone 15 Pro Max 我想大家都不太擔心它跌量 我自己都很輕鬆可以用到一天 就算用來打相機也好 我唯一就真的不太OK 就是它的充電速度 因為其實過了這麼多年 其他手機都速度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都還在用20多W的充電速度給我 我知道 如果你充得太快 你怕雙電 那今年新的功能就不錯 它可以給你80Limit的充電量 那你就起碼可以保護到電池 沒有跌得那麼快 我覺得也不少人歡迎這個功能 因為其實用的iPhone也好 很多人都是用了一兩年 就拿去二手放 這樣的話 如果我保護到電池 令到它Battery Health可以好一點的話 那我放都可以放得漂亮一點 價錢 最後我覺得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 就是去到2023年你究竟需要一部iPhone 15 Pro Max 我覺得很多人都不需要 你要大電 大螢幕 你現在有iPhone 15 Plus 帥不帥 我覺得今年iPhone 15都很帥 它就不特別帥到我要加幾千元 要換的一個模特兒 拍片功能和電影的feature 你本身iPhone 15 Plus 或者iPhone 15都給得很足夠 而它一些Pro的機款用的功能 很多大眾都未必真的需要 或者都未必會用的功能 或者玩完之後 就會放在不用的一些功能 USB-C的傳輸速度 我想對於大部分人 你不是真的拍片 經常要過片 或者是你要外錄的人 普通用戶 我想真的很少用 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用iCloud Backup 或者用其他Drive Backup 不過怎樣也好 只看今代的升級 其實是OK的 因為它有些位置已經超出了我本身 對Apple出機的預期 當然你要插的位置都有 鏡頭、Spec來說 你都沒有升級過 你只是加了一些feature 好像更強了 運算好像更好 把晶片就出完 好像沒有出感 更強了但又過熱 機身又是改了一點點東西 令到好像覺得你新了 但其實又不是真的特別 生意又沒什麼 又沒什麼特別的feature 令到你覺得很厲害 不過每年都罵 都是這樣 人家又是買 人家又是搶到沒有貨 那可以怎樣 這次就這樣 用iPhone 15 Pro Max的你 對這部機有什麼感覺 下次再見 我是Ross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按鈕 按鈕 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下次見 拜拜 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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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